腾讯体育11月9日训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勇士在主场111比134赋于雄鹿,此前的八人手宣告终结,凯文杜兰特表现不佳,他15投6中3分球2中1,罚球5中4, 仅得到17分,9次助攻,5个篮板和6次失误,在场效率值在场正负值,达到惊人的负28,杜兰特输掉于字姆哥的对决杜兰特和阿德托昆博的对决,显然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。 在本场比赛之前,熊鹿在他们的官方推特中写道,我们是饿着肚子来的,熊鹿言下之意,就是想赢得这场比赛。 果然,熊鹿一上来就打得非常积极,在埃德托昆博的带领下,他们频频冲击勇士的防线,杜兰特在对上埃德托昆博的时候,采取的是切防且退的策略。 在比赛的第一节里,两队打得难分难减,勇士防不住熊鹿,熊鹿也挡不住勇士,杜兰特在首节打满12分钟,7投3中拿到6分和3次助攻,表现还算及格。 但是,有一个细节必须提,那就是在首节还剩1分01秒时,杜兰特后场持球推进到前场,恒森站在拔球线附近进行封堵,杜兰特先用变相然后杀往篮下,他采取的是勾手上来的投篮方式。 但是,但是,但是,恒森却高高跃气把球给扇了出去,是的,没错,杜兰特的投篮被封盖了,这在以往真的是很少见的,然而今天,杜兰特的多次投篮,都被熊鹿的长笔怪们给扇出,去了。 在第二节还剩1分49秒时,杜兰特左侧45度角外接球单打米德尔顿,勇士其他4名球员全在篮框右侧,给杜兰特创造单打的机会,杜兰特也成功杀到篮下。 但是他的飞身上来,又被埃德托坤博一笑给山飞了,这绝对是结结实实的炫貌。 不仅比赛评论员们惊呆了,就连现场的勇士球迷都发出惊呼声,这两次进攻遭遇风改,是杜兰特本场进攻的缩影,当面对其他球队的时候,他无论面对谁的防守都能形成错位。 可是今天,面对熊鹿的长臂怪们,他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,那导致他全场比赛15次出手紧命中6球,剑球数,得分和40%的投篮命中率,均为恶人在地第二低。 另一方面,杜兰特为了填补格林的空缺,担任起了组织前锋的角色,他送出了全队最高的9次助攻,然而也付出了6次失误的代价。 总之,杜兰特今天输掉了与阿德托昆博的巅峰对决,而且输得很彻底,他28的在场效率值,真的是触目惊心,找雷。